美国俄勒冈州春田市警方今天指出 当地一所高中的校长在传出与学生发生性丑闻之后 于一号下午在自家车库上吊身亡 该所学校为艺术学院特许高中 9到12年级共有340名学生 校长沸雪从2005年开始担任该校校长 日前却传出与学生发生性关系 而遭校方以行为问题停职处分 也引起警方进入调查 但就在相关案情都没有完整进展之前 警方就在1号下午4点左右 接到沸雪妻子来电报案说 她的丈夫在车库里上吊死亡 目前警方已自杀结案 并持续进行性丑闻的犯罪调查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左启点赞 订阅 左启点赞 不吝点赞 右启点赞 右启点赞 右吻点赞 以下火车温張 右吓等 utolipose